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谈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对川普的谴责决议 这个决议会不会影响川普明年的选情 会不会影响他今年的施政政策 尤其是对中共的政策 第二件事情就是中国资本现在还在大规模的外逃 中共想拦为什么拦不住 第三件事情就是中国南方几个省洪水泛滥 尤其是湖南省灾情严重 但是官方的这个反应措施令人疑惑 也是令人愤怒的 那昨天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40票对180几票 通过了一个决议谴责川普的种族主义言论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都知道川普上台以后 他是进行了一些移民政策的改革 他主张的是收紧移民 而且强硬的限制非法移民 那有四个新任的民主党的女议员 他们就站出来反对 指责川普说你在搞种族主义 那川普就公开反击 前几天公开反击说你们是就在搞共产主义 你们既然那么恨美国 还跑到美国来干什么呢 不如回老家去 这个话一说呢 民主党引起了这个 引起民主党员的重路 他们就通过决议谴责川普 那这四个女议员他们是比较激进的这个左派 有媒体啊就把他们四个人称为啊四人帮 他们是这个主张啊要完全开放边境 主张给这些偷渡者啊 这个公民同等的公民待遇 甚至是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对伊斯兰国 那也要仁慈 那这个和共和党的这个传统右派的这个观念 差距太大了 那左翼思潮呢 在美国已经呢 这个流行了几十年了 现在啊是越来这个左倾化的这个倾向越来越严重 那么他们提出的这个主张啊 以这四个女议员为代表的啊 实际上呢 在美国这个主流社会 在美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右派里面呢 引起了相当大的反感 只不过是大家这个 这个碍于政治不正确啊 不好说出来 川普呢这个家伙呢 他呢就是个大嘴巴 他不管政治正确不正确 他直输胸义 也就说出了这个很多主流社会的 美国白人呢 他们的心里话 那川普的这个移民政策改革 他就是要求移民啊 这个限制非法移民 要求移民啊 这个通过正当的渠道进来 要说呢 也是对的 就像你邀请个客人 他不从大门进来 你怎么从后面 从翻窗子爬进来 总是不对的 虽然道理是这样 但是呢 川普这种表述的方式 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所以说这个众议院呢 有大比例 通过了对他的谴责 对与不对 咱们现在不论啊 现在有两点值得注意 就是这个谴责 会不会影响川普明年的选情 我们知道中共也是在等着川普明年选举失败的 我认为是完全不会 因为川普在上一次的这个大选当中 也说过类似的这种话 在左派阵营呢 也引起过相当大的 这个反对的声音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激烈的交锋 让川普震了眼球 也赢了选举 我觉得他这次是在顾忌重演 他用这种方法 用这种极端的表述 来巩固他的这个基本盘 支持者 就是南岭这个工人阶级 和这个农村乡村小镇地带的 这些圣经地带的 这些农村居民和小镇的居民 那当然了 民主党谴责他 也是在巩固自己的基本盘 就是新移民和这个左派知识分子 那第二点值得注意的就是 他会不会影响川普现在的施政 我觉得也是不会的 因为这个谴责本身呢 他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只是大家表达一个态度 那他并没有要求川普啊 你必须得做什么 或者是必须不能够做什么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 他不会影响他和中共的这个 这种较量啊 较量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比如说昨天就说了啊 习近平你没有遵守承诺 没有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我跟你已经不是好朋友了 这好像是在习近平 给习近平一个信号 说是我要对你下手了 那今后呢我们继续关注 总之呢川普他是不会放过中共的 当然了这个政治博弈啊 他是有进有退 是要讲策略的不能蛮干啊 川普可能会打一打 谈一谈 甚至有可能呢跟中共达成一个这个协议啊 贸易协议停止贸易战 但是不管能不能达成协议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中共一定会被他拖垮 中共的钱包一定会被他掏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协议啊 他如果是谈不成 那川普就加关税 加了关税了 中共的这个出口额下降 那他的钱就会变少 如果是谈成了达成了协议 那中共就必须得在川普的监视下来监控之下 来进行这个所谓的结构性改革 要开放市场 如果没有了特权 那么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 中共的那些企业国企啊 那是玩不转的 他根本没办法跟外企竞争 也没办法跟民营企业竞争 这样中共也会失去对中共 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那中共啊是横竖他都得死 现在很多人已经看出来了啊 已经采取开始采取应变措施了 几乎所有的这些外资啊 现在都不看好中共的这个经济 那一些国际大公司已经开始撤资了 比如说像什么惠普啊 戴尔啊 三星啊 耐克啊 阿迪达斯 这些品牌都在撤离 那还有一些零售大企业 那也现在也承受不住压力了 比如说像是沃玛啊 还有什么亚马逊啊 加勒福 现在都在大规模的撤资 那顺便提一下啊 现在这个台湾呢 似乎是从中美中贸易战中啊 是这个最大的受害受贿者啊 台湾今年上半年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几 下半年呢 可能还会更好 那现在中共啊 是想尽了办法来阻止这个资金外流资本外逃 那对于外商的这些资本他们回流或者是转移到其他国家 中共啊是拦不住的 所以他们的重点呢 是在阻拦国内的资本出头 我原来以为呀 中共在这方面能力是非常强的 但是呢 中共官方的媒体透露出来一条消息 说明呢 他们这种能力啊 也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连本国的资本也拦不住 这条消息说 2018年一年当中 马云 刘强东 还有这个吴亚军啊 什么雷军啊 这些一线的富豪 他们这十几个人呢 就向海外转移了 二百八十多亿美金的资本 那为什么中共想拦他们 拦不住呢 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啊 这些超级富豪背后 他们都站着一批红色权贵 权贵和富豪 他们在这个财富上面 已经绑定了 那些大富豪 甚至有些大富豪 他就是权贵的白手套 那习近平 他只能拦得住一些小资本 普通老百姓 不让他们把钱转移 但是他拦不住那些啊 大家族操控的大资本 除非是他哪一天能够制服 江泽民啊 曾庆红啊 邓小平啊 李鹏啊 还有朱镕基啊 这些大家族啊 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中共现在是已经走进了一个死局 因为习近平政权 他如果能够控制 中共内部的各大派系 各大家族 那么 中共的任何经济啊 如果他不能够控制这些家族 那么中共的任何经济政策 都会失败 而他如果想控制 这些大派系大家族呢 那最后又会有可能 导致内斗激化 导致政变兵变 引发民变 所以对中共来讲 这是一个死局 但是对中国人民来讲 对中国的民主派来讲 这恰恰是一个契机 那第三个值得这个关注的消息啊 就是现在中国南方几个省份啊 就在发生大洪灾 那广东 广西江西湖南 灾情最严重的就是湖南 整个湘江流域啊 现在是水漫金山 那衡阳地区 现在很多的 几百个市政乡村啊 甚至衡阳市区 现在都已经这个灌水了 都已经呢 这个发生了大水了 那现在的我 从这个收集到的信息看起来啊 灾情这个 险情最大的还是在珠江 因为珠江那个地区啊 有一个河段呢 它的这个河水的平面 河水的这个已经高出了 那地面呢 四五米 完全是靠一堵 很薄的这个墙 那个根本就不叫做防洪大堤 就叫做一个墙 一个很薄的墙 把这个几米高的洪水啊 拦在这个城市之外 如果这个墙有一部分啊 发生了坍塌 那个后果啊 不堪设想 而现在呢 最诡异的是啊 中共它基本上就没有 动用多少救灾的措施 那往年救灾 比如像九八年那一次啊 特大洪灾的时候啊 中共是出动了很多的武警 和这个很多的解放军来救灾的 而这一次 我们从这个所有的这些图片 视频当中啊 就只能看到 少量的普通的平民老百姓 站在这个大堤上面呢 在救灾 再把这个沙包啊 扔下大堤 作用啊 似乎是非常非常的 微弱 能够防得住这么大的洪水吗 能够啊 防止这个险情发生吗 我们觉得是不能的 那么 现在啊 我们在愤怒之余 就要想一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他们不出动军队 这是本来啊 是军队 是武警部队的职责 老百姓养他们 就是要让他们做这些事情的 而且军队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设备 那有很强的救生的能力 为什么这次中共不出动军队 为什么一反常态 那么有几种解释 那第一种解释呢 就是现在军队可能正在备战 因为习近平现在啊 这个经济上啊 是已经走投无落了 肯定要崩溃 那么他为了挽救这种情况 为了转移矛盾 他很有可能呢 要想发动对外战争 尤其是在台海发动战争 那么要发动战争 那整个军队就要时时刻 处于备战的状态 他就没有精力啊 没有时间了 来抗洪救灾 这是一种解释 那么第二种解释呢 就是啊 中共现在 他们这个不能够动用军队 因为过去的这几年的 这个军事体制改革啊 把这个八大军区变成五大战区 然后这个各战区的这些将领啊 调来调去啊 让这个军队将领啊 完全不知道怎么样来动作 那怎么样来调动军队 那这个军队现在啊 处于半瘫痪状态 这是一种可能性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他们不敢调动军队 因为现在中共内斗非常的激烈 一调动军队 一发生的军队大规模移动的这种情况 就有可能破坏他们之间的 现在暂时的这种啊 脆弱的这个权力的平衡状态 一旦权力平衡被打破了 那么内斗就会啊 激化就会公开化 那么整个的体系就会崩盘 所以说习近平他不敢冒这个风险 所以让各地的军队啊 只能驻扎在原地 绝对不能够乱动 这三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那我觉得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大 那么现在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他们不调动军队 这都是令人非常非常愤怒的 值得谴责的一件事情 当然了我们在谴责之余 现在还要一定要想办法自救 尤其是这个湘江流域的啊 整个南方的还有长江中下游流域的 已经发生险情的这些地方啊 民间的有志之势 在中共啊在他们的权力这个不出现 不运作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把民众组织起来进行自救 组织起来的人和没有组织的单独的人 那个力量完全是不一样的 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这个这个时机啊 第一个是自救啊 这第二个呢 也是为下一次这个民主运动的发生 为未来的这个真正这个民主革命 要做好准备 要在地方上面建立起自己的这个组织能力 动员能力和影响力 现在是一个也是一个机会 那危机也是一个契机 在那些已经啊 还没有发生洪灾的地方 那就大家更要更有必要 现在呀加紧自己啊 这个组织活动 把亲戚朋友啊 把这个街坊邻居 大家都动员起来 为可能会发生的这种险情 要做好准备 比如说要准备好粮食 把粮食放在比较安全的地方 那同时呢 大家也要准备好一些器材 准备好一些逃生的这些策略 一旦险情开始出现了 大家就马上用这些器材 按照既定的策略 向安全的地方 迅速的向安全的地方转移 大家做好了这些事情 那如果是洪灾没有发生 那当然是皆大欢喜 如果是发生了 那么整个地区的这个民众 大家就会啊 今后就会啊 相信你就会跟着你们走 那么将来大家 领导着大家 走上街头 进行民主运动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也就更有条件 更有号召力 更有影响力 所以现在啊 现在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 在这个洪峰当中 既要想尽办法 这个保护老百姓 保护我们自己的 生命财产的安全 那也要为下一次 民主革命 做好充分的准备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下一次再见